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牌喜剧班奖品由狼牌特区提供 与狼共舞 龙马奔腾 金牌喜剧班导师英达带领班级学员 来到北京仁义参观学习 感受话剧的历史与魅力 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理解艺术 不仅仅是靠一个个人的聪明啊 爆发啊 而是有传承的 咱们接下来呢 下去 咱们看看小景胡同的排练 好 杨立新老师 小景胡同他是导演 上边的政策你清楚 运动呢 就像两军打仗 没让他后边转一圈 在杨立新老师的亲身指导下 共同试验了话剧 小景胡同的表演片段 我总说舞台不大 要珍惜每一个行为 每一次舞台调度 甚至于每一个手势 最后到每一个眼神 都不能轻易浪费 上了一堂非常丰富的 话剧的一堂课程 就是我觉得特别值得 看金牌喜剧 享品质狼酒 本节目由狼牌特区 独家冠名播出 狼牌特区 为快乐干杯 原料实在 工艺实在 鲜味自然 更实在 金牌喜剧班由冬谷 一品鲜酱油 特别呈现 百年传承 冬谷酿造 看金牌喜剧 享品质狼酒 金牌喜剧班奖品 由狼牌特区提供 与狼共舞 龙马奔腾 接下来要登场 给大家带来表演的是 韩芸芸 有请 首先我们这个应该是 金牌喜剧班 主演人数最多的 一个小品了 我们大概能有十四五个 就是想把这个舞台 给它炸起来 接下来那种感觉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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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妆歌真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什么啊 他没看见我在那睡觉呢吗 走走走 走走 走走走 我说二狗子 你是不是被狗给咬了 什么意思啊 你好像得了狂犬病 你还有猫病呢 不可能 你没听人类说吗 我们没猫病 行行行啊 整天就知道拿拖抹星子洗脸也不嫌臭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臭 你狗改不了吃食 这张最臭的东西 你这个小猫嘴是真毒啊 改天我把你猫杀全给你扔了 我憋死你 那改天 我把这电线杆子也都拆了 你也奔想好过 我 你个臭猫 烂猫 肺猫 土猫 臭猫 你是真狗啊 行啊 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狗 二哥 三弟 私衣服 百战 年轻狗不将无德 年轻狗不将无德 苗妹们 狗东西又闹事儿了 打狗棍 哇帅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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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停 停 停 住手 抄着什么 来位大耗子 黑山老猫 糟大爷 是他先欺负我的 你是抄我睡觉的 是你先欺负我的 obstruct 行 行 行了 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吧 都过来我开个会 大家可能还都不知道吧 咱们这个收容所 马上就要被拆了 拆了 所长家的院的面积还小 可能有一部分呀 就要被送人收养去了 收养不好吧 我觉得挺好 这么好啊 我好长时间没吃包子了 要能给我送个包子夜也行啊 万一他开的是狗不理包子呢 你是理还是不理啊 我不想理你 其实我认为吧 被送出去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万一要碰上狗贩子 猫贩子 那可就惨了 蒋老大爷 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担心 自己被送出去呢 所长说了 我年龄大了 他到哪儿都要带着我 所以啊 我不用担心 到点了 散会 蒋老大爷 你去哪儿啊 我约了隔壁拉布拉多大妈去 跳广场舞 走 哎呀 这都跳墙了 看来是真急了呀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刚才奥大爷都说了 说要送走一部分流浪宠物 咱俩现在现在属于特别危险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就先帮你收拾收拾东西 你怎么帮我收拾东西啊 不是你先走吗 二狗哥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别看我今年才三岁 但是我已经被捣了五回首了 六六六啊 瞧几个呀 八匹马呀 九九个一 满了满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家 你就可怜可怜我 你先走吧 妙妹 你都不知道当时我被抛在大街上的时候 被眼打过被车脸过 就连我这条腿 都是假腿 停 你也太能编了吧 你这条狗腿子不是个好狗腿子啊 你看 这么好好的吗 我这条狗腿子是两个人 我这条狗腿子是两个人 这么厉害啊 假的 你说谎 你肯定是背着我 偷腿出去学才艺了 是吧 你快瞧瞧我 我教什么呀 我都惨成这样了 你就先走呗 你先走 我不能走 偏吗 因为我还是个单身狗 这样 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要是成了的话 你走的是不是那老踏实了 那真是老踏实了 安排 请挑选你心仪的女嘉宾 换一匹 给你脸了是吧 不是 开个玩笑啊 这个一号女嘉宾的腿 怎么那么短呢 人家是纯种科技 你们狗借的蓝波尔基尼 底盘地跑得快 我删不住了 也不知道他买没买狗受意外险 这也不可控啊 这也 二号 你再看看二号 二号好 你看 又小又可爱 刚刚娃娃似的 人家就是鸡娃娃 鸡娃娃 我今年都四岁了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找一个 稍微比你成熟那么一丢丢的小男狗 我今年都十岁了 早知道你这么想 谁跟你扯那里个人呢 你看看没一个来电的 三号 三号绝对没问题 他是我的舞蹈老师 博美 你说 Scout 这手 包括轮儿 这手跟那腿绝配 怎么样 喵喵啊 这只狗还真的是很少见的 它是齐的身体 筋巴的尾巴 筋毛的头 这是什么血统啊 混血 它分别来自西伯利亚 北京以及英格兰 俗称就是串 串 喵喵啊 它这个腿 姐 太惨了 我说我不找 你们让我找 我裂开了 所长回来了 快 都出来了 我们这儿岁数小的宠物 基本都在这儿了 你们看看想想什么宠物 慢慢挑吧 好好好 亲爱的 这个就不错呀 胖胖的肉肉的 手感特别好 那个 你看 不行啊 亲爱的 这只狗后驱有点问题 看看这个 小狗糕 这肩胖不是有皮肤病吧 我看是皮皮没擦镜吧 老公 要不然我们养猫吧 你看这小猫 多可爱呀 是挺大的 迷人的小猫猫 我太喜欢漂亮姐姐了 她这鸡咕咕的说啥呢 她就受不了有人摸她 这是喜欢你 太好了 她是工的母的 母的 那母的可不行 晚上总还乱叫 得给她绝育 没事吧 没事没事 亲爱的 这猫太厉害了 咱还是养狗吧 狗听话 你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你就跟她 人家 你没事吧 东斌 该不会姓吕吧 你怎么知道 那我劝你们 还是别养狗了 要不然她总得被咬 那什么意思 你们什么意思呀 照顾不了她 就别养她 不能总考虑 自己的感受吧 那猫狗也是一条命 她把你们当她的全部 你们这一会儿要绝育 一会儿要打她 想干什么呀 行了行了 快走吧 慢走不送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走吧老公 有人吗 奶奶你好 你好 我呀 想收养一只 小动物 你看都在这儿了 你想养什么宠物啊 我也没想好 我就是一个人 在家太闷了 我想养一个小宠物 能陪着我 能陪着我 那你慢慢敲啊 哎 这只猫可真可爱 你也太乖了 哎呀 好可爱 你想跟我回家吗 想啊 那我就要他了 行 那您跟我去那边办手续吧 好 走 嗯 奶奶您慢点啊 哎 快不了 来了给我包袱 妙妙 你怎么了 你不怕他们 再没有时间陪你吗 他们要是再伤害你怎么办 他们要是再把你抛弃了 可怎么办呀 对呀 都能留下来 为什么还要走啊 我就是觉得 他跟我的第一个主人特别像 也是白头发 主了个拐杖 我记得那时候 他特别喜欢给我洗澡 还给我挠痒痒 他每天都陪着我晒太阳 我就陪着他一起看电视 可是我知道 他其实一直在等着他的家人 有一天 奶奶睡着了 睡得特别香 我怎么蹭他 他都不理我 后来我又遇到了很多个新主人 可是都没有那种熟悉的感觉了 直到刚才的这个奶奶出现 我能感觉得到 他需要我 我也需要他 我想 我在等的那个人 可能就是他吧 我想我们家猫了 我也想我们家死亡了 淼淼 你 二狗哥 你别再劝我了 我都已经决定了 不是淼淼 你坐着我尾巴了 淼淼 那你今天是不是就得拉肚子了呀 好了 我告诉你们啊 我走了以后 你们谁都不能欺负我二狗哥 否则的话 我跟你们没完 我要走了 你们有时间的话 记得要去找我跳舞哦 再见 淼淼 我们再跳一支舞呗 再看 咱们看看老师 看过这个表演之后 有什么感受 郭老师 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题目啊 一对新人 发表一下看法吧 好吧 岳父 对 很好啊 就是想做一点不一样的 然后也想呼吁一下大家 真爱小动物 然后对他们负责 别抛弃他们 这个挺好 这个节目 规矩有余 活泼不足 你所表达的都表达出来了 跳得也挺好看 就是包袱少了一些 喜剧 差了一点点 这个怎么办 我这不是有三位老师呢吗 说得太棒了 好 这个话题交给英老师 陈老师 来 想象力非常丰富 而且也很时尚 这也是我们艺术的一个生命力的表现 挺好 谢谢 可是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问题 前半部分 像一个化妆相声 后面 当你真的有故事存在的时候 很好看了 所以说呢 就显得我们是 故事没讲好 但是用形式来凑 有这个之嫌 谢谢陈老师 一个好的作品 我觉得你们都做到了 关注宠物 尤其是流浪狗 流浪猫最后被收容 再领走 它们跟人类应该有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吧 真的非常之好 我很期待 看看谁跟韩芸芸对决 是吧 你看刚才刚打起精神来 这一下就洒了气了 太难受了 因为大家都是 英达老师班的学生 四位和强子 全都是麻花的演员 我也希望 不跟自己麻花的同事相对垒 来吧 但是总是要面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现场 有没有人主动应战 让咱们不先取完 我也后悔啊 看了韩芸芸芸的表演之后 有没有人主动应战 还是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五 四 三 二 怎么走 走吧 李丁建春也是你们班的对吧 是 一个班的我们是 哎呀 他俩得老挣扎了 来吧 李丁 建春 请做准备好吗 好的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 选择韩永老师是觉得 韩永老师这个节目 助演很多 演员很多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两个人 然后一张桌子 就是也想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在这个喜剧舞台上 有这种从大凡到大减的 这种魅力 西湖美景 三月天 春雨如酒 柳如烟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 跟我走 干嘛呢 你放手 我这说定场 这倒什么乱呢你 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英达老师的助理 不可能 英老师助理我认识 是一女孩 你讨厌 你讨厌你 说正经的 你帮英老师一门行不行 什么门 英老师拍了一戏 游湖借伞 我说哪有伞上来呢 许仙这个角色 死活找不着合适的演员 太遗憾了 要不然你帮我们演许仙行不行 行啊 太行了 给多少钱 你就给个报名费就行 谁给谁钱呢 我给你钱像话吗 那是 你给我多少钱 哦 那不给钱 哦 那再见 别别别别别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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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不给钱是不给钱 但跟你合作是大腕 一下你就火了 哦 就说白素贞啊 英老师现在有三个人选 都是大腕 要么是徐征 要么是格优 要么就是腾格 这是白素贞的人选吗 这是法海的人选吧 不是 陈佩思老师幸免云南的 你不懂 用他们仨这不是有流量吗 是流量是有了 发量可没了 这不是你该管的 那我该管什么呀 我们这戏啊 得去杭州拍 你去的时候 你这路费 你得自己出钱 嗨 再见 不不不 怎么你这人一提钱 你想走呢你 这什么话呀你 你目光太短浅了 怎么短浅 你得这么想 这戏拍出来肯定火 你作为男一号 将来得有多少女粉丝 围着你转 我被你的真诚打动了 行 所以路费得自负 没问题 那我就怎么省钱怎么去吧 可以 我就骑共享单车去 你骑得过去 我早一点出发 不成不成不成 太慢 太慢了 没问题 我肯定按时到 甭我怎么去就行了 行行行行 还有啊 就是你也许先啊 你的道具 你得自己掏钱买 我这回没要走 那你算是进步了 我就问你吧 自己买是不是 那你这个 你这伞子多少钱卖吧 一万三 太贵了 嫌贵是吧 就是了 便宜点便宜点行吗 八十 绝对不能再低了 绝对还能再低 就这么定了 来吧 现金还是扫码 扫码呗 我这满眼都是码啊 来吧 微信到账八十元 行了 好了 那咱们就杭州见了 别别别别 杭州见干嘛 我还不知道怎么演呢 你告诉我怎么演呀 油壶见散 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演的呀 什么呀 这剧情大伙都熟悉 说的是啊 许仙在西湖 遇到白素贞了 白素贞 许仙啊 是春心荡漾 许仙肚子疼 是不是 就是看着人姑娘了 然后跟白素贞 在船上相谈甚欢 聊天 后来呢 到了这个清波门 白素贞要下船了 下船 许仙就把这伞 借给人了 那咱们就杭州见了 别别别 别走别走 你得告诉我 具体怎么演呀 我不能上杭州 我就跟那荡漾去 具体地儿吧 我给你示范一遍 示范也行 也行 我演许仙 伞演伞 是 我演谁 你演剩下的 其他所有角色 我太忙了吧 不是 你演什么不重要 重要看我许仙怎么演 我就看你 对吧 我跟你学习 对 对对对 咱们说演就演 明白了啊 都说呢 杭州的美景 那我现在是谁 真可谓是 盖世无双 我是西湖的柳树 太好了 我真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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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我 就要游一游西湖 我在这西湖 你脱什么衣服啊你 不是去游西湖吗 怎么游西湖啊 许先生上西湖洗野澡去了 是吗 许先生不是这么游西湖去啊 人家 人家是这么游西湖吗 对 你脱呀 你脱呀 脱呀游西湖 对吧 你脱呀 行行行 游玩是吧 游玩啊 怎么游玩 坐船游玩啊 哎呦 对啊 那你还得买条船 船呀我买呢 刚才不说了吗 道具自己花钱买啊 行行行 传多少钱吧 15个亿 什么船15个亿啊 宇宙飞船 我跟你闹 真烟 我带着许先生登月 其实不是 不不不不不 不逗了 不逗了 就是公园的那种小牧船 本来就是小牧船吧 666块07分 来吧 有铃有枕 你抹个铃行不行 行 抹个铃 抹个铃 微信道账 七分 你是个大傻子吧你 我让你抹个铃 我没让你给个铃 你把剩意给我补上 补上补上补上 不就666吗 这是什么呢 微信道账 666 微信还挺满意的 还挺满意 咱们接着演啊 都说那杭州的美景 盖世无双 今天小生我就要游游西湖 传家 传家 哎 公子 我来了 阿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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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家 来 公子 公子叫我做甚 我要两个大妖子 要打妖子像话吗 刚才你不是说要给我做肾吗 我做哪个肾呢 我上西湖 我跟他这么做肾是不是 我 坐肾问你干什么 哦 我要坐你的船 让他西湖游完一番 那甚好啊 传夫 请开船吧 公子 坐完 传夫 你看呢 对岸有青衣白衣两位女子 气度不凡啊 尤其这位白衣女子 甚是眼熟 看着好像是我前世 救的那条白蛇呀 你怎么那么大能耐啊你 你还想上辈子事啊你 不是 你想起人家 是人家想起你来了呀 那你倒是演人家呀 你说我演人家不就完了吗 哪那么废话呢 姐姐 你来看 你看船上那位公子 好像前世救过你的那个木童啊 是吗 小青在哪呢 就在那儿 姐姐 你快看 我来看看小青 哇 原来真的是前世 救过那个木童啊 姐姐 那咱们赶快 飞过去找他吧 哎 小青 万万不可 飞过去会吓坏那位公子的 那你说怎么办呢 姐姐 这样 小青 你赶快施法 把他留住好不好 好啊 姐姐 我现在就施法 哔 哔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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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公子啊 你看突然天降大雨 咱们两个人要小心了 哎 船家 快点来接我们呢 你看我们俩个年轻的少女 在这里好危险 快点来接我们 接我们呢 好嘞 小姐 我们这就来接你了 哇 哇 哗 tow 看好 船靠碗了 两位小姐请上船 谢谢船家 公子你好 我不好 你知道这该怎么演吗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能别瞎眼吗 我不瞎眼怎么能看得上你呢 哪个瞎眼啊 我姐姐你说了一个谐音稿 是让小球 不许多 别愣看我看我 我看我看你 我看你许仙怎么演就完了 真我急什么 你管我怎么演呢 请问这位姑娘 家里有几口人 一口都没有 数什么的 数舌的 多大了 一千多岁了 你怎么没腿呢 你管着吗你 有这么问问题 还是看出我是谁来了 咱聊点别的 二位姑娘 你看这清波门路途遥远 倒是不尽 你们是否也有些口渴难难 哎呀公子实不相瞒 刚才我演了那么半天 确实现在非常的口渴 我看他们船上有上好的西湖龙井 三千六一辆 不知姑娘想要几辆 一两都不要 不要 喝点茶吧 不要不喝不喝 船家快快 船家快点 看 看白开水 好嘞 公子我先干为净 来公子快喝喝喝水 快喝别停 公子喝水 我喝我喝 喝水就喝水 但是二位姑娘 我觉得这清波门 确实是路途遥远 咱们这么使劲喝水 是不是也有些无聊 公子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跟小青精通音律 要不然我们给你 清唱一首小曲吧 不唱 其乎为净 等等别别别 停停停停停停停 停停等一下 二位姑娘 唱歌这点小事 不需要劳烦二位姑娘 他们船上 有小曲点唱业务 五块钱一首 不如咱们听她十万块钱的 听十万块钱的小曲 都听到什么时候去了 十万块钱 咱们都花得凯旋门了 我花得凯旋门 那就得加钱了 加什么钱 加什么钱 别急 二位姑娘 请先不要现原形 谁现原形了 这船服的驾驶技术 非常高超 是吗 清波门到了 你们确实该下船了 小姐慢走 姑娘请小心 公子留步 请等一下 我还没走呢 公子 二位姑娘 你看这天上 乌云密布 确实天不好 我有点担心 我有点害怕 不如就把我随身佩戴的猫头鹰标本送给你们避一避鞋吧 你还想要买猫头鹰标本是吗 我是一个蛇精 我就是鞋 那这块应该是什么来着 找船夫去呢 对对对对 二位姑娘 天上乌云密布 天上不好 我有点担心 我也害怕 船夫 船夫 公子 我的意大利炮呢 我秃秃死你 不是他 别再凭空加道具了行吗 怎么着又让我买意大利炮了 这赖我忘了 我把伞忘了 怎么有伞在这儿呢 二位姑娘 二位姑娘 公子 二位姑娘 天上乌云密布 这乌云都快散了 我实在是有点担心 我也害怕 船夫 公子 二位姑娘 公子 这把伞就送给船夫做定情信物吧 走 棒棒棒 他们在舞台上的那种感染力 我觉得非常好 很轻松 对 他能够寻衷见地能铺垫 最后给你就给的很自然 对 非常好 真是敢突破自己啊 都敢演蛇精了 听我们的评委老师点评一下 话题选的血 把握得非常漂亮 很时尚 谢谢佩瑟老师 实际上还是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赢得了观众 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不容易 谢谢您 刚才看那么厌我就心说 需要让我来着我们得累死 还得收拾人家他们这个岁数 有绑子力气 他们很熟悉这个氛围和观众 所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应老师 来吧 说点难过的话 让我们通过通过吧 大家从他们穿的衣服看就可以知道 他不是两个传统都穿大褂 换句话说 你们是加点点人物的 所以在你们原有的基础上 在甚至可以说传统的项上的基础上 你们是有所探索 有所创新的 姚老师 我冒昧想问一下 待会儿您会投给谁啊 那我也想问您一下 我跟陈老师投谁合适 你告诉我投谁我就投谁 没事 今儿可真乖 今儿可真乖 好 有请韩芸芸 谢谢 两组群人只有一个名额 可以晋级到下一轮 单位导师要把他们的选择 现在写下来 都是汉 一个班的我们 就是这一出 我们先来看陈佩思老师的选择 陈佩思老师选择的是 韩芸芸 我们再来看郭老师的选择 郭老师选择的是 董建春 李丁 一人跳了 一比一 一比一 接下来要看的就是你们的班主任 就人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就是自己用刀去拉 把他拉掉 这就更加的惨痛 这特别不确定啊 很有可能会走掉 本事同根生相经和台积 好 最后关键的一票了 英达老师选择的是 英达老师选择的是 李丁 董建春 好 太牛了 太牛了 英达老师多喜欢你 祝贺李丁 祝贺李丁 祝贺建春 也期待你们在毕业大戏当中 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现 谢谢大家 谢谢云云 在我们的金牌喜剧班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 精彩的表演 您离开舞台之前 有什么话还要对大家说吗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确实恒云这节目挺精彩的 确实不错 谢谢老师 谢谢陈老师 不过 没事 谢谢老师 还元月金牌喜剧班 正式节夜 谢谢元月 加油 看金牌喜剧 想品质狼球 本节目由狼牌特区 独家冠名播出 狼牌特区 为快乐干杯 原料实在 工艺实在 鲜味自然更实在 金牌喜剧班 由冬谷一品鲜酱油 特别呈现 百年传承 冬谷酿造 看金牌喜剧 奖品质狼球 金牌喜剧班奖品 由狼牌特区提供 女狼共舞 龙马奔腾 好 最后一轮呢 我希望这几个月以来的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有一个完美的句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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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 在 ì 你好 我请这样回来搬到家 你说多谢了啊 喂 兄弟 我今天是喝得有点多 开心 调天心去 对 我新房子住十八草 不跟你说了 到家了 回家 回家 怎么这么黑啊 妈 开灯 兄弟 多亏你了啊 太累了搬家 一层到了 你说这泪成啥样 连柜子都推不动了 坨 成功了 成功了 大概你也十八成哈 十八 其实咱俩搬新家 不是 怎么我那事就过不去了 过不去 不是 你这样有意思吗 没意思 那你拉了个脸是什么意思啊 你那意思我应该是什么意思啊 那你啥意思啊 你啥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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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真有意思 因为啥呀吵架啊 他喝酒 我没喝 没喝酒 为什么会有酒会儿 我说八百回来 经理哪里杯酒 我以为是水呢 你承认了吧 我承认什么了 你喝酒吧 你都不理解我 行 你干嘛有什么 我根本就没喝酒 非得了 停 兄弟 你是哈雷会兴吗 你直接说我扫把刑不得了吗 那你说停电梯就停了 你的嘴也太丧了 大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刚才那不是巧合吗 我是让你俩吵架停 不是让电梯停 那我说电梯下去 他能下去啊 如果我说这也是巧合 你俩是不是不信呢 兄弟 你说句实话 是谁派你整我俩来的 我给你说啥呢 我整你干啥呀 刚才那不是巧合吗 那我说灯灭 灯还能灭呀 灭了 哎呀 我今天这嘴是这么的 见鬼了 哎呦了嘛 什么玩意儿 见鬼了 媳妇 跟他有我呢 这里边 我岁数最大 你过去看看去 用你的嘴嘴打败一趟 小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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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声了 我换过房权 我换过房权 给我 给我 你谁的傻 你招出来 我也不知道啊 招出来 这是哪儿啊 你要去哪儿呀 十八层 十八层 你是不是做法了 你还是下去吧 你还是下去吧 我以前是住下面 可是今天我上来了 我以前是住下面 我上来了 大哥 上面不适合你 你还是下去吧 我不下去 要不你下去 试试啊 跑回来 我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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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做个亏金事啊 我就想说 偷我同事 白块儿要皮啊 真的 大哥 哎 什么 哎 什么都 喝归下来的啊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 哎呀 这不邻居老王大哥吗 大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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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看这股大三厨下了 给我跪去 大哥你干好呢 兄弟你你不是害怕吗 我我我抱着你安慰安慰你 灯亮了我不害怕了 你下来歇会儿吧 我不累 我累 哎呀 又多亮了 佩芳哥你可真是的 人家跑我家柜子里去 对啊 这是你家柜子 我以为我家大门的 我今天乔迁新居 多喝了点 十八层到了 哎呀 哎呀 大姐 哎 你先走 哎呀 兄弟你慢着啊 大哥 你再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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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兄弟啊 大哥你别走 咋的再整两瓶啊 你整哈 你都喝啥样了 帮我把东西拿出来 我给你拿东西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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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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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慢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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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谢谢啊 哎呀 谢谢啊 哎呦 不说了 我得抓送他一件 哎呦 抓这抓去 哎 哎 我给兄弟啊 哎 来来 你别说你跪得挺舒服 哎呀 哎呀 媳妇 我 我吃饭的 我 我吃的 卖垃圾腿宝 我 可香了 媳妇 你一个人在家 找个孩子辛苦了 我一定要努力工作 总有一天 你也能住上大房子 来 我们听一听 各位老师的看法 这个结尾我想到了 把所有前面的过程 都在缩短 还能好看 你看 那个一遇到鬼 就好看了 观众知道 你们不知道 于是就出现了 喜剧情境 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怎么保持它 或者在这个基础上 再往前发展 就更好吧 所以我是特别反对 这种 这种所谓的光明的尾巴 这个 其实光明这两个字 用的是一个 是一个借口 是我们能力不足 你说那个 很有道理 你包括这个 它送两份 你头一份 这个如何如何 可以理解 第二份 那等着了 它除非特殊情况 找你 你受点累 我能实在拿不了 有心客源 我就上杆着 给你搬东西 这也说不过去 现在 现在啊 整体的平衡还可以 戏份呢 也有些是写在你身上的 你用的呢 也还四平八稳吧 但是如果说特别突出 然后就靠你来撑起来 你现在离这个还差一步 希望你有一个 从喜剧观念上的提升 那一次在我心里 说实话 我已经把自己当主角了 但是可能跟导师心目中 所想要的那种 就是嗨爆全场 闻一闻 闻中四方的这种感觉 可能差一点 我就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吧 来巩固一下自己 金牌喜剧班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学员 时间熬得有点久 然后也觉得 观众和老师 也都比较疲乏了 就随缘了 就最后就看命 喂 李博士 你这什么破眼镜 敢卖我二百块钱 你不是说戴上之后 能看见别人 还能活多少年吗 这也看不见的 这也 智商一百五以上 才能看见 你这不骗傻子的吗 你这不是 喂 喂 不行 我得找个智商六十的 把这个眼镜给卖给他 小伙子 我看你眼眶惊奇 特别适合戴眼镜 我戴眼镜 你找不着对象了 有对象 不戴眼镜 你这对象得黄 你有病吧 别生气 我这正好有副眼镜 我这直接我就卖 我眼镜呢 我眼镜呢 你脑袋上是发钱啊 对对对对 就是这副眼镜 戴上之后 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你这个拉倒 我哪有 你别不信 我戴眼看 哎呀 你脑袋上有个树啊 你脑袋上有个泡 小伙子 你怎么不相信呢 能看见树是吧 肯定能看见 给我看看 你别 这不能试 这还真有树啊 你还能活七十二年 你还有六十三年 小伙子 戴上这个眼镜 真能看见别人 还能活多少年 能啊 你帮我看看 你帮我看看 我还能活多少年 你这么年轻啊 怎么不得活个 十秒 十秒 不可能 我这体格我最了解了 我跟你说 我再活三五年没啥问题 四 你滚跟我说那句 三 你这属于骗子 我告诉你 哎 看车 哎呦 没事啊 摸毛下不着啊 摸毛下了一会儿 哎 哎 你长回来了啊 你还能活五十三年 长回来了啊 啊 小伙子 啊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 这个眼镜 我就送给你了 不是 大哥 哎 这 真的这么神奇吗 今天你要嫁给我了 今天你要嫁给我了 今天嫁给我好吗 今天嫁给我好吗 亲爱的 嫁给我好吗 好的 干啥呢 干啥呢 哥 自吻哪 哥你回来了 我跟你说个事 我今天有 我先跟你说个事啊 今天有人给了我副眼镜 特别神奇 戴上之后能看见人 还能活多长时间 戴上 看看你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看哪儿啊 脑袋上 没字吗 脑袋上有泡 什么又泡 多少年 啥也没有 看不见啊 你看不见 你能看见啊 能啊 那你看看我 我能活多长时间 你这小小年 你怎么还得活个六几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你怎么就剩十五分钟了 哥 你可别跟我闹了 我走了 哎哎 翔子 你干啥去啊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不是 你为啥非得今天求婚呢 哥 你不知道 我俩感情出现大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你跟哥说 我俩在一起三年 前两年我过生日 他都是零点准时给我发祝福 今年 他居然晚了三秒 三 你说这三秒他干啥去了 我都不敢想 三秒能干啥呀 对啊我也想知道啊 然后我回头我就问他 我说你干啥呢 你俩在一个屋呢 天啊你这毛病你得改啊 谁能接受得了你啊 哥 那你要求不成呢 他不打 那我就死在他面前 哦成了 哥你别拽我 我时间不多了 你还知道你时间不多了 哥我真没时间陪你玩了 哥没跟你玩 我问你啊 他要是不同意你还真死啊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你来来来 你把话上去放下 哥问你啊 你看默默啊你女朋友 她也不是那种 肤白貌美大长腿类型的 你为她死直吗 直啊 你不是说你俩一吵架 她就对你冷战 你为她死直吗 直啊 不她要是外边有人了 你为她死直吗 不直啊 她外边有人了 不可能 我了解默默她不是那样人 听哥说真有人了 那天电影院啊 就坐那儿啊 旁边有个男的发量特别少 他们当时看的是鬼片 那鬼一出来啊 然后默默 当时他俩就这么近 你说他是不是有事 肯定有人了 是吧 你是不是看错了 哥一傻眼神 你还不知道吗 不能 强大哥知道啊 这种事啊 换谁都不好接受 是吧 你消化小孩好不好 你消化小孩 谁呀 消化小孩啊 谁呀 哥 谁呀 送外卖的 哥 哥 哥脚垫上 哥脚垫上 走吧 哥 强子在家吗 是我女朋友吗 你快给她开门 听声好像是 哎呀 莫莫 啥时候送外卖了 什么送外卖啊 强子 我等你半天了啊 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吗 我是找你有事 他找你是有事啊 但是你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可我怎么问你 你不把我卖了吗 那我怎么办啊 你这样 我去跟他说 万一我看错了 你不误会人家了吗 是吧 等会儿啊 莫莫 嗯 你跟强子这么长时间了啊 他要是跟你求婚 你能同意吗 我是来跟他说分手的 分手 你俩好好的为啥分手啊 我要去国外读研了 他那个性格你也知道 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 我俩是真走不下去了 没缓和的余地了吗 哥 关键这事在他 不在我 在他是吧 我去跟他说啊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强子 确定了 外边真有人 是吧 莫莫 是啊 还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 得大度一点 这样我去跟他说 如果他能跟那个男的断了 你就原谅他 好不好 莫莫 嗯 态度啊 特别的强硬 他不想让你去 是吧 强子 是 国内那么多好大学 你在哪上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我考了两年才考上的 你态度比他还强硬的 我去跟他说吧 确定了 分不开 舍不得 怎么办呢 他就对我没有一点愧疚吗 不是 我有什么好愧疚的 我告诉你啊 许慧强 这个事我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你做出这样的事 你考虑了我的感受吗 这不是好事吗 那是好事啊 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你祝福他 我还得祝福他 对呀 为这事我都坚持两年了 都两年了 两年了 吴品墨啊 吴品墨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 你赶紧给我走 对 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快走吧 他现在啊情绪不稳定 这样啊 你把花拿回去好不好 回头哥再给你解 回头我今天要求婚 哥 你干啥呢 我求婚呢嘛 都在掌握之中 你跟我女朋友求婚 能接受不 哥跟你说实话啊 电影院那个男的是我 他外边那个人就是我 哥 你说什么呢 祝福我们吧 你还往他怀里转 哥 这都是为你好啊 拿会儿 拿会儿 你这是为我好吗 你俩都抱在一起了 这是为我好吗 哥 真是为你好 你相信哥 我不还了 行了 行了 把刀给我 给我 你还真要自闻呢 行了 我不骗你了 他外边没人 我俩没事 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求婚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他求婚呢 我俩感情这么好 我跟他求婚 他一定会答应我的 是吧 某某 咱俩分手吧 你听听 你听听吧 分手 为什么 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过两天就要飞欧洲了 以前我跟闺蜜去通州玩 你都得给我打八个电话 这我要是去欧洲 你不得疯啊 跟你在一起我太累了 咱们还是分开吧 好 好 好 放下我 放下我 你给我 放下 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 人末末出国流血怎么了 人家有错吗 你还想拿灰阴绑架人家 你这不是爱 你这是自私 导给我 哥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默默 对不起 是我太自私 我应该支持你出国留学 更应该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那 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你以后能不能别趁我睡着的时候 然后再看我手机了 不能 哥 我随一个 你来你的 默默 那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去 你这是要跟我拜靶子呀 快起来 我要向你求婚 你嫁给我吧 不嫁 你戴上吧 不戴 我看看吧 不戴 哎呀 六十六年 这比房价长得都快 行了 看你俩没事啊 我就放心了 你别那么腻腻呼呼的啊 你哥刚才说什么呢 什么六十六年啊 哎 我哥说 戴上这个眼镜 能看见人的寿命 真的假的 我看看 哎 还真是啊 啊 六十六年 你也能看见啊 嗯 哎 那你看看我哥 还能活多长时间 啊 哎 哎 你哥比你短啊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十五 哎 强子 花借我试一下啊 不是 哎 哥 哥 你干嘛去啊 看你俩整得挺甜蜜 我跟我女朋友 也求个婚 那又求不成呢 求不成我就死在她面前 走 走 走嫂妈妈没有人了 你可拉倒吧 你嫂子不能啊 她不是那样人 走了啊 哎呀 你说中了啊 外边真有人 来来来 亲爱的 你来的正好啊 那臭小子呀 说你外边有人呢 哎 你听我说啊 你今天千万不能求婚 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 你不了解 亲爱的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咱俩分手吧 你听你 你也靠岩了 不是 我外边 我外边 你外边有人了 什么 我刀呢 快快快快 我刀呢 我刀给我 你没说完 你没说完 我这时候跟我大闪进 刀 我刀给我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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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这一季金牌喜剧般的 胭脂担当 不是 不不不不不不 我客气一下 在这儿呢是吧 别当真 陈老师先点评 一直为你们这个节目担心 但是一力气来看呢 尤其是加上那个后面大屏幕上 他把它直接表述出来以后 都放心了 你包括前面铺那车祸呢 铺的多好 对 他就让人知道这东西只要拖延过了那个时间 他就可以重新计时的 这个就想的很周到 铺到了 我觉得真挺好的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尺寸尽头 都很好 在大考的最后一课给了我一个惊喜 真挺好的 还是得有好节目 我们再次请回刚刚表演的 渣渣 班级大考 导师投票 两组学员 还有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毕业大戏的表演 我的脸子 我都好紧张 咱不就先看盈老师了 英达老师选择的是 渣渣 陈佩思老师 选择的是谁呢 刘思伟 许慧强 刘思伟 许慧强 我们来看 郭老师的选择 很紧张 又兴奋 觉得自己能行 下一个觉得自己不行 百感较劲 就随缘了 这最后就看命了 郭德纲老师选择的是 刘思伟 刘思伟 许慧强 刘思伟 许慧强 刘思伟 许慧强 这一期的表演 当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渣渣 我觉得渣渣 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讲吗 觉得收获很多吧 感谢三位老师 这么长时间对我的培养 我以后会继续努力 不会辜负三位老师的 我们的学员渣渣 今天正式结业 谢谢渣渣 继续加油 比喻可能就是遗憾的艺术吧 没有达到人们导师那种 辛苦的感觉 精力的很少吧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呀 您能不能快点走啊 我说闺女啊 你瞧我抱这么多东西 我快得了吗 我说 闺女 你这岁数主拐是不是有点早 这不您的拐吗 那你倒是给我呀 哦 我说爹呀 这大半夜的 您把这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干嘛呀 吃饭的家伙 哪还有饭吃啊 家里一厘米都没有了 等天一亮啊 爹把这些东西一荡 咱们就有饭吃了啊 回屋歇着吧 我再陪你一会儿 回屋歇着吧 好 听话 好 好 美不建服啊 这回没装墙 大爷 您吃了吗 没呢 我也没吃 回家 回 小偷 小偷 闪得挺快 冷静呆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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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年纪轻轻不学好 学人偷东西 偷我们离远孩 停 听什么停 你刚才说 你是干什么的 离远孩 唱戏的 对了 我 你敢催我 你这儿教育我半天 你就是一戏子 我最恨人说我们是戏子 那我重新说 西子 你打我 打的就是你 你敢打我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蛇型 鸡型 是够鸡型的 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型 老头儿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 今儿我打的你不成人形 我 赵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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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儿 你打了我 你还叫好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 小伙子 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 骨骼惊奇 天生就是唱戏的量 孩子 只要你改过自新 好好做人 我一定好好教你 唱戏 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名路 跟我学习吧 不不不 大爷 我不能跟您学 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就干三天 您就让我转行 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你学不学 不学 学不学 我真不能学 不学就报官 我说我能学 这差不多 来 先走个基本功 我瞧瞧 来 基本功 对 下个差我瞧瞧 下差 对 两条腿张开 你下去 好 有那么点意思 什么感觉 报官吧 报官吧 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大爷 我觉得我适合学文系 文系 唱戏唱戏 不听唱吗 唱就那么容易吗 唱讲究的是 张口音 闭口音 土字归音 一阳顿挫 他都得在那节奏里 都得在那韵律上 就这个 那行 我教你一段 四郎探母 好 听着 以前公主刀领监 不要本宫 细心间 站立宫门 叫小凤 你这真是他 叫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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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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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 跟我一块儿唱 一见公主到另见 不由本宫习新简单 令公门叫小范 你学会了 我学废了 想学系好好学 踏踏实实的学 不想学赶紧走人 把我都给带勾里去 大爷 你让我走了 滚蛋 这是夸我呢 得了 那我走了 爹 这大半夜的 您跟谁说话呢 跟谁 跟一臭贼 贼 进贼了 哪里有贼 你是谁啊 师父 我还要跟您学系呢 爹 您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什么徒弟啊 唱戏唱不了 下岔下不去 什么都不会 师父 我会 一线公之道令简 表本宫习新简 战略公门 叫小范 好 好 今天我觉得还行 这边唱得还行 就是高音惨了点 好 有那么点意思 什么点鸡旧打名了 可能是我招的 小贫嘴 好好练功 闺女 你把那些东西 帮爹拿过来 一会儿啊 把这些东西啊 一当 咱们就有饭吃了 给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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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屋歇着吧 爹一会儿就回来 小伙子 你在院里好好练 别偷懒 我一会儿就回来 好 师父 不着急回来 师姐 师姐 干嘛 师父让我练功 你得教教我 我教你 我怎么教你 那我先教你 打一套靶子吧 师姐 你说你长得 这么漂亮 怎么就没 找个好人家呢 你什么意思 我不想给师父 当徒弟 我想给师父 当女士 你明白了 明白了 师弟 接枪 一会儿呢 我用这把刀 砍你的枪 你要往上迎 低头 躲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咱们试一试 好 来 一 二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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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你的臭品 给我好好量 枪呢 飞了 我就想问问 我背后这杆枪 谁扔的 师父 我没想扔那么准 爹 爹你干嘛 那是咱吃饭的家伙呀 吃饭的家伙 就咱拿他当宝贝 人家隔着柜台 就给扔出来了 小伙子 走吧 该干嘛干嘛去 走吧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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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 不 不 钱老板 对不起 我 我扔的 行啊老头 唉 腿脚不利索 这手法还挺精准的 不不不 唉 钱老板 您干什么来了 干什么 唉 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 哦 唉 哈哈 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 我这始终啊 惦记像社会事似的 你瞅瞅把咱们兴给乐了呀 哈哈 你不心疼 我还心疼您 哎呀 这小相守 力度刚刚好 哎呀 这一句有点大了啊 呵呵呵呵 不是你 你挠什么头啊 你谁呀 我是他徒弟 你是他 你过来了 老头你不对劲啊 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 跪了三天三夜 你都没收我 你收这么个玩意儿 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 跟我一样 都是奔着你们家兴来的 哼 秦老板 这你就别管了 我还没瞎呢 我看得清楚 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 祖师爷赏饭 祖师爷赏饭 你们还有饭吃吗 哎 今天我就想赏你们点饭吃 我就想点你那出法子都 我就想看你的云里翻的跟头 秦老板 我当年可是翻那个瘸的呀 是啊 我这现在就想看你瘸了再翻 你信钱的 你别气人太善了 你 别打了 别打了 这可是秦老板 别打了 秦 秦老板 秦老板 打坏了吧 不不 秦老板 行啊老头 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米 不不不 我就想看你翻个跟头 你都不翻 不是不是 你让他俩合伙打我 没没没 这事我回去跟我爸说 我让你们整个西班子都没饭吃 不不不 我看到那个时候 你还怎么呼着心 秦老板 翻 爹 爹你说什么呢 你不能翻 翻 快点翻呢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 爹 你让开 爹 爹 我替你翻 你 我试试 孩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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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呀 翻墙我都会 这有什么呢 你 看我这像行吗 孩子 你快下来 好 我下来 你还别说啊 还真比翻墙难 好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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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比翻墙难 哎 就是我 老话说的好 这拐棍啊 得紧着心缺的事 老头 我走了啊 站住 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叫你老头啊 叫师父 老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位情怀太重 这种太重的情怀往往带到作品里以后 就成了制约我们的东西了 会影响我们的喜剧表达 其实这个最简单一句话就跟说相似 你看我们教学生说 我也告诉他们 先学吃饭再学养家 先学吃饭就是包袱得想 再学养家 然后到一定程度 咱们这活得好了 得上品了 咱们思想性如何如何 一上来要是咱们先思想性强 它会影响这个节目的主体 谢谢 他俩就很认真的去演这个东西 再加上你比如曹炎又有一身的功夫 你看他翻跟头穿跳都很棒 给这个节目增色不少 经过三轮考核 获得参演毕业大戏资格的九组学员 已全部产生 让我们请回其他晋级的学员 我们的九组学员 晋级到我们金牌喜剧班的下一轮 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 在下一轮毕业大戏当中 你们更精彩的表演 这个阶段完 我们最想感谢的第一个是郭德纲老师 给我们指点了很多 而且我们从中间受益了也很多 我们一开始是在戴定的区域 听到了更多老师的授课 我真的很期待毕业大戏的 希望能够在里面说锦上添花 天上加瓦吧 就是能够在里面体现自己 能够配合大家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你过来呀